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吴仔 我是希哥 我们是Hey5 讲新闻 好了,今天我们也是要讲疫苗 这些剪不断理还乱 不过,讲疫苗之前 就讲讲一些好消息 对我来说好消息,畅畅是相识一场的 控经理人公司欠伸的YouTuber明仔 就升素了,获赔151万 好耶 应得的 应得的 这件事我之前开庭的时候也有讲过 那时候觉得他有点蜜蜜 因为之前说他连壮子都没写好 就说上来不行 他就搞过那个壮子,然后再去入品 这件事就是初代YouTuber明仔 报纸是这样写他的 他的确是初代的 就是刚刚第一批人玩YouTube的人 那四年前入品就控告经理人公司 就违约 本来每个月应该给25万月薪他 但是自从2017年2月起停止了给钱 就是给新金25万后 就要求经理人公司赔偿 150万 经过审讯之后 站委法官叫做南德业 今天在高等法院公布判词 考虑到经理人公司一方缺席聆讯 就加上明仔的证供和披露的文件 那我获赔胜数 那间经理人公司实际上不差 我不管 我觉得你也不行 就是这样说的 那些态度 唉 那没有了 不知道会不会上数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现在判了他赢 恭喜了恭喜了 其实之前好像说不止这个数 那最后就把那个钱收到151万 应该就是这样的 那说起来也是 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旅游广拍 你知道明仔现在也是拍旅游 就是早期这段时间就是拍 这段时间就没有拍摄 好像就是搞什么 搞剪片 搞剪片 那看到他也应该可以的 再加上这个他应得的报酬 那就可以说他的运回来了 哈哈哈 刚才希哥也是这么说的 又摔了个发 对了摔了个发 终于都放弃了他那把长头发了 是 那说真的 我觉得明仔短头发是比长头发的 长头发的那些留给我 不过我都已经剪掉了 哈哈哈 对了 那说回一些疫苗的新闻 那今天就说有20宗确诊 那有个47岁的男人 接种科兴之后就不识 他就说是没有病历的 完全是健康的 完全健康的 就不是说有什么三高啊 糖尿病啊 没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呢 就真的 什么人都有机会的 嗯 那 好笑的 这个真的好笑 一个网友建议我看这篇东西 那其实呢我看完之后呢我都不明白 不明白都要说的 但是 因为呢在这个香港大学医学院发现 香港人大有罕见的基因变异啊 或者会影响不良反应和这个弱效啊 哇 哇 屈到他基因啊 哎呀你真是这样搞搞搞到基因你不用说了 不用说呢 但是 你说 很多香港人都不是来自香港 或者不是地区 他敢说而已 个个给你验啊 喂 如果你说我们去拿身份证 拿出世纸的时候 我们要滴血的 给你验基因的 那你那个东西就准了 你现在突然间出来跟我说 基因变异啊 我是X-Man 我都不知道啊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 他说我是 被变异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被变异啊 这个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团队 透过现时首个以香港华人为对象的最大型研究啊 他说最大型就是 他讲完都是 几百个人而已 哇 真的很大型啊 发现绝大部分人 香港华人 带有最少一种 与药物有关的基因变异 而几乎所有香港华人均大有最少一种可能影响 用药效果的罕见基因变异 那就是怎么样 所有东西都未知 那就是拿我们来试啊 哈哈 就是你一说都明白 我不知道啊 香港人其实对那些药物 其实是和其他人不同的啊 喂究竟是香港人和其他人不同啊 你是说其他人和我们香港人不同啊 你搞清楚先啊 那既然不同啊 那你为什么要弄这些国产的下来呢 对啊 香港是不是之前 说不知哪个也研发了 但是就不拨款给你去大量製造呢 那这个就 是给我们香港人 香港人研发嘛 那你现在说我们香港人基因变异 又拿大陆的疫苗给我们打 又拿德国仔给我们打 什么了啊 现在讲明不同啊 那是不是应该要杀停疫苗啊 他又不是啊 他又说 哎呀疫苗现在很安全的 那你真是想怎样啊 弹出又弹入 你想玩我们的香港人是不是啊 就是 就是我们都会说粗口啊 就是告诉你啊 所以网台我们要斯文一些 但是有时候忍不住啊 真的 对了 那讲到基因呢 就真的大了 差不多跟你说风水都差不多 看不到啊 基因 他说你是啊 那就是啊 哈哈哈哈 那总之呢 你想赔啊各样啊 他跟着又说你了 炎完血之后跟你说 你基因都是什么的了 那样 总之就很多个方面呢 都可以令到你呢 是 中了掌 都等于中空保的 那我们讲话现在就 哈 很收敛啦 那 那就说呢 现在放欢 就是专家这么说 他说现在放欢这个防疫呢 未必安全啊 他说你这样放法呢 他说你这样放法呢 两个月之后呢 才可以清到零 就是我看这些什么新闻呢 这些所谓新闻 我经常觉得 好像那些阿伯在那里吹嘴 那样 清零 你何德何能清零啊 就是香港清零啊 有这么多人出入口的地方 你去到哪里啊 格陵兰都清不到零啊 格陵兰都是有人感染的地方 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世界 这个香港地方可以清零呢 两个月之后 那来的自信啊 真的 是啊 唉 就是你觉得天气会热一些 然后那些病毒 不会怎么传染 你都整个原因 但是他只是觉得 就是因为现在有疫苗打啦 因为现在做了一些防疫措施啦 可能要两个月之后才可以清零 因为我觉得好像发开口梦那些人 但是这些发开口梦的人 全部呢 都是那些什么代表啊 什么什么专家啊 娟 哎 真是 看到香港这样 所以我下一条新闻呢 就讲红金堡呢 都说 就是听到政府呢 他就心都说了 真的 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方面的资讯 你觉得 那些香港人都不知道 信你哪个好 搞到没东西好 就信自己 是吧 就是搞到说什么 李嘉诚 就是拨款出来搞的大学 他研究出来说 你基因变异了 那你信不信李嘉诚 又 是啊 其实李嘉诚都不知道的 那些专家说是 那就是了 所以香港人现在都是 很多东西都是 猜猜猜的 那不要紧的 有些东西有派彩你就知道是还是不是 比如 现在呢 香港就会突击抽查 一些曾经被强制检疫的大厦 那我看到一单新闻 叫做这个深水堡窗远大厦 有11个人 之前那间大厦就应该被封过的 但是就不见了人 那他再突击抽查 喂 你们那时候没有检测 那就位位五千了 是这样的 嘩 是啊 你为什么要走了去 你有没有什么合理解释 有没有 StayK上天设了周店 那你之后自己应该做一些核酸测试 现在我政府怀疑你和大厦有事 你走了去 是不是 这件事其实我一早就想到 一早就想到 他刚刚在新年前 封区封大厦 你都想到 那些人全部拿着包袱走 喂 那你做样子 要不就check 要不就强制 要不就不要搞这些 但他现在抄后算帐 你之前走了 他发现这个窗远大厦 在250人当中 有11个没有EASY检测 就向他们发放强制的检测令 还有罚了定额罚款 就毁毁5千元 是的 聰不聰聰 如果我们的大厦 不幸被封了 那我们如果不 如果不在 都可能会被人翻兜 哦 是的 那大家自己 聪明的 就应该 避得一时 就避不了一世 那自己去掩一掩 不用钱 是的 如果你计算钱 你就觉得 如果被人罚5千元 那当然是吃虧 那当然要去验 如果你也是要公民抗命 那就过下自理了 那你自己想 那些事情 我没理由再说下去 好像教人做什么做什么 好 再说一件新闻 有个26岁的内地男人 就偷了别人的信用卡 就买了过百万的名牌袋 好笑 那些铺铁这么多CAM 好笑 他拿了别人的卡 那张卡是导用的 就去那些名店买东西 那你不要说CAM 那些铺铁 那你有纪录的 对吧 那你那张信用卡 如果那个物主 走去暴室 或者我不见了 被人偷了 喂 转头 卡中心 不是啊 你在名店铺铁百多万东西 那那个人还不断井 对啊 那些铺铁这么多CAM 对啊 你其实铺铁了一万元 他都有SMS 然后要你拿个铺铁才铺铁到 所以就说他按摩 他就在CAM的门市收货的时候 断井被捕 哈哈哈哈 这个人来了香港 从事保险业五年 21岁就来香港做保险 今年26岁 在微信关了一班 叫做犯罪集团 对啊 那之后呢 就一时贪心 找块钱 就共同犯罪 那这个男人呢 在个名店网上呢 就用这个他人的信用卡 就扣入一批的手袋 就到实体店就拿货 再立即将货物寄回大陆 想着这样赚一筆啦 那据了解呢 被捕人当日呢 就在这个Cucci 就在原坊的商场里面 就拿货 就被这个埋伏的警员就拘捕了 在他的住所 就起了那一批 价值过百万的装物 你说啦 又是笨贼来的 哈哈哈哈 做这些东西都不醒目的 真的 不说真的 做这些东西都是不醒目才做的 喂 你的东西全部连上网啊 所有地方有CAM 反正就抓到你了 是的 有些人还可以逍遥法外 我想都是时辰未到的 希望这些事就 尽量撲灭他 这些就交给警方处理了 哎 真是 说完新闻 不是偷骗鬼片 就是偷骗鬼片 港政府那些也是 骗哄哄的 外面那些也是偷骗鬼片 香港也是非常灰灰暗暗 我下一条影片就会讲 一些老牌明星 就是他们怎样看爱国这件事 又讲到成龙 又讲到洪金宝 又会讲到谁 黄晶啊 很多网友催我说黄晶 我不敢说了几句粗口 真的没办法 蓝晶 对了 对着这些人真的 不老气都不行 希望大家看完这条影片 给个like 下一条我们继续吧 好吗 下条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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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